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如果把它排在優先法案的話 是不是比較容易 能夠讓它在這個會期裡面過關 其實我們兩個都非常的重視 就是優先法案 我們在排的 OK 我講現場的所有的代表們 敵眾代表們都知道 但是執政黨並沒有把這一題當作優先法案 我們想要為大家問出這個答案 因為其實沒有人搞得清楚現在到底 體育法的修法的進度 跟所有黨團協商的情形 所以我們想要請委員們給我們大家報告一下 謝謝 那當時我們體發會的張景深 趙薇 他跑來找我 他覺得我們在上個會期就應該要 通過這個相關的體育改革的方案 他覺得我這個專法 可能在上個會期過不了 所以他就提了 這個國民體育法 把我的這個改革的版本的精神 把它放進去 現有的國民體育法 用修正的方式來處理 他覺得那個時候應該會比較快 結果適得其反 現在的承諾是在這個會期能夠出委員會嗎 我原本能夠給出這樣的承諾嗎 我非常期待 除了非常期待之後 我需要是記憶體的承諾 我比大家還急啊 所以是執政黨的問題囉 執政黨的問題囉 執政黨的問題 執政黨的問題 來來 我補充一下 我坦白講 當然是呀 他們要破除 執政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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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讓小黨有機會 在這個教育團聚會 文言會中發 那個發揮影響力 那 是不是不排除佔領主席台 那我回來講 會不會佔領主席台齁 這個部分 我們來看到時候 這個 老實說啦 如果是照去年 公聽會之後 我們看到體育署的版本齁 你們不會是很不爽 這邊執政黨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 如果你都跳不過第八條 甚至於跳不過第六章前面的 所有的人都會覺得你在打假球 一定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要面對這個問題 每一個選手都深怕他們出來講話 協會或是體育署 會拿他們的未來 或是他們的體育發展 來當作威脅 請問五位委員 等一下給你們20秒時間 一個人講一個方案 請問你們要怎麼保護 我們台灣的這些選手 那我們認為是建立一個 完整的運動仲裁制度 我也認為是仲裁 所以仲裁的部分 我已經提出修法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仲裁的機制 必須要有第三方案 來處理 好 以上 仲裁除了剛才他們提到第三方之外 事實上仲裁應該是由法律效率的 所以至少還有一個律師資格 在才會客觀 我想剛才大家都提到仲裁 所以我在這邊要再次強調 那個選手代表就很重要 協會裡面有選手代表 他就可以保障選手他的聲音 我地方的排球委員會 基本上是總幹事為主要的權力核心 那主委只是附庸的職位 那基本上總幹事只要看你不高興 或是你惹火他了 基本上 說難聽一點 我的球隊直接被影響到勝負 差一點 差一點 真的差一點 沒辦法進入全國賽 直接的被影響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總幹事 他任期已經長大20年 依舊是他 看到你們 你們教的學生在 球場上 因為這樣累撒球場 你帶過的可能一年兩年三年的努力 就在那裡切白費 我只在沒辦法不站出來 對不起 其實我現在心情很激動 因為我今天看到這麼多人願意站出來 為體育發聲 是我當選手的時候 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 我沒有想到台灣是可以 這麼重視體育的這個議題 所以我想在這邊先謝謝大家 代表這些選手們 拜託這些委員 一定要讓這次體育的改革 能夠成功 謝謝大家